60岁的老人从后面紧紧抱住女人 她不顾对方的哭喊打闹 随后就将女人紧紧绑了起来 然而老人这样做都是为了救她 夏美在船上曾被多人侵犯 且深爱的男友也惨遭杀害 现在肚子里怀的 也不知道是谁的孩子 所以她根本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 但老人依旧像往常一样默不作声 随后递给她一瓶生长着植物的泥土 似乎想要告诉她活下去就有希望 但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难如登天 此时这艘装载着一百多人的战检 已经飘在万米高空中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食物已成为了首要问题 每个人一天只能领一个饭团 然而取得控制权的一员等人 每天却依旧大吃大喝 还能享受着美味的鸡腿 随后她又准备让儿子看一出好戏 只见男人把鸡腿随手一丢 所有人立马像疯狗一样 纷纷朝那只鸡腿扑了过去 此时根本就顾不得什么形象了 这一幕就连作恶多端的长矛 都有些看不下去 大卫更是被深深震惊到了 而一旁的混混们则是看戏般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此时船上已经出现了 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而夏美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 她上前指责一员简直不是人 然而长矛可不懂怜香惜语 她当即就要动手教训夏美 大卫再次挺身而出 虽然她也参与了侵犯夏美的事 但此时心里仍存有良知 民众们即使心里有怨气 可一员等人掌握着武器 他们对此根本毫无办法 然而一个年轻人 偷偷找到了长矛的属下 她用十倍的价格悄悄换取了食物 可还没来得及和女友享受 食物很快就被其他人抢走了 其他人见状纷纷一拥而上 而长矛很快就听到了动静 知道属下私自贩卖食物后 立马就是狠狠的一顿教训 随后长矛向一员道歉 是自己没有管好小弟 谁料一员反手就是两大巴掌 长矛的小弟看不下去了 准备替老大出头 然而一员随后直接掏出了手枪 长矛见状立即低头道歉 说自己一定会管好小弟 而身后的普通民众见状也很害怕 一个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男人见震慑的效果达到了 这才满意地转身离开 然而私底下 她又给长矛倒酒赔礼道歉 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还不忘轻轻抚摸她的长发 安抚着长矛受伤的心灵 表示我们只有团结起来 才能牢牢控制他们 而长矛也深知这个道理 掌握话语权的他们 在这艘战舰上的确可以为所欲为 就连长矛的小弟们 都可以在船上尽情地玩乐 这天胖墩来到武女的房间 递给他们一包香蕉 武女们当即狼吞虎咽地啃食了起来 而胖墩等人则开始享受他们的身体 这时大卫也透过窗户看到了一切 大卫见状只想离开 然而长矛却说 他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反正大家都会死在这里 为什么不好好纵情享乐呢 但大卫依旧保持着最后的良知 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多月 这时夏美发现自己怀孕了 他不想让这个罪恶的孩子出生 但是老人及时制止了他 并默默告诫他活下去才有希望 女人想到这个孩子也有可能是男友的 答应老人自己会安心把孩子生下来 随后老人为他展示了正在生长的植物 等到他接触果实 他们就能在这里活下去 然而要坚持到那个时候 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好在这时大卫给夏美带来了食物 老人将食物递给夏美 可夏美仍旧不想接受大卫的好意 老人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他不想接受玷污过自己身子的人施舍 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夏美最后还是将食物吃了下去 但船上的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由于三天才能吃一顿饭 大家开始变得全身乏力无精打采 而人群里只有舞女们还生龙活虎 这时广播里又传来通告 说今天不会再发放食物 这下大家终于忍不住了 所有人都拿着家伙冲向一员的房间 长毛的人再也控制不住局面 只见大家纷纷冲进厨房 打算将食物一扫而光 这时一员出来了 他没有一句废话 直接开枪打死了一个人 这下所有人都老实了 纷纷放下手中的食物 然后气馁地离开了现场 就在几个属下想要处理尸体时 老人却走了过来 看这情况是要由他来善后 一员见状也默许了 老人将尸体拉回房间 然后就把夏美推了出去 随后他就将尸体给处理了 接着将骨头用火烤干后 再通过搅拌机磨成粉末 最后将它用作培育植物的养分 男人从兜里拿出一根香蕉 当着这对小情侣的面 接着就随意丢在了地上 只见男友迅速将香蕉捡了起来 然而女人也瞬间扑了上去 却被对方一把推开 就在男人以为能独享食物时 一员随手一枪打在了他后背上 这时女人却顾不得男友的死活 而是迅速把香蕉捡起 接着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然而一员只是慢慢走到女人的身旁 随后把手枪顶在他的脑门上 紧接着就送他去见了男友 男人疯狂的行为让儿子不敢相信 就连手下的长矛也认为他是不是疯了 但是一员却不以为然 因为这艘船上活着的人本就没几个了 早在一个星期以前 船上的食物就即将耗尽 而一员在这种时刻依旧大吃大喝 他还下令停止发放食物 然而一员不知道的是 舰长和船员们再也忍不住了 他们拿到之前藏起来的手雷 想要和一员等人来得于死网破 随后只见舰长拿着手雷 闯进了这群坏蛋的船舱 他随后拉开手中的保险 想要将船舱里的人全部炸死 就在舰长以为 里面的人全都被解决时 他缓缓打开了舱门 起料一只手枪瞬间顶在了脑门上 其他船员舰状也纷纷逃离了现场 一员威胁男人找到了藏起来的手雷 这时舰长趁人不注意瞬间跑了出去 这时长矛汇报说 食物最多只够吃一个星期了 但是如果只是他们几人吃 那就还能坚持一个月 一员一不做二不休 打算将所有人全部干掉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恶毒的计划 这天人们正无精打采地坐在广场上 这时广播突然播报 现在开始分发食物 大家听说后兴高采烈地前往食物仓库 生怕晚了一秒就分不到了 可等人全部进来后 长矛的属下立刻将门锁死 随后一员打算朝各个窗口丢手雷 即便大卫劝阻他不要这样做 但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一颗手雷下去 爆炸声立马扎来 而长矛的属下们则是拿着脑袋 只要见到人就看 这艘战舰上俨然成为了屠宰场 手无寸铁的人犹如牲畜一般任人宰杀 这群丧心病狂的歹徒早就失去了人性 随后一员发现了那对情侣 接着就残忍地将他们杀害了 这时长矛再也忍受不了他的疯狂 随后两人又因为食物问题 发生了内讧 一员用枪威胁长矛带自己 去找属下搬走的食物 起料舰长已经将汽油撒在了食物上 等一员和长矛赶来时 他立马掏出打火机 就算同归于镜他也要饿死对方 一员当即一枪打在了舰长身上 却也导致地上的汽油燃了起来 几人瞬间荒作一团 而等火势熄灭时 什么也没有剩下了 这时战舰已经沦为了一座人间炼狱 而老人则是把夏美带了出来 随后掏出腰间的菜刀 开始到处收集尸体 随后还将菜刀递到夏美手中 让他亲自动手 夏美此时也知道 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 随后他们将骨头用搅拌机打碎 用作蔬菜的养分 而按照这个趋势来看 要不了多久植物就能结出果实 且那两只小鸡也逐渐长大了 只要坚持到他们下蛋 两人或许真能在这片地狱里 长久地苟活下去 这个神秘的老人来到一具尸体旁边 只见他从瓶子里掏出一颗种子 然后缓缓放进尸体的口中 之后再咬上一勺子泥土 接着他又来到其他尸体旁边 重复刚才的操作 示范几遍后 他就将种子交给夏美 夏美也按照老人的方法照做 此时生存的欲望 已经战胜了内心的恐惧 而另一边存活下来的一员 终于对儿子大卫袒露心声 他不在乎其他人的死活 希望儿子一定要活下去 但大卫对未来已经不抱有希望 因为现在食物已经被烧干净了 一员健壮立刻拔出手中的刀 想要割下身上的一块肉给儿子冲击 男人告诫儿子要想活下去 就必须成为食人族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而在成为别人的食物之前 就要先吃掉别人 两人分开后 大卫就找到了夏美 此时女人已经原谅了他 只希望二人能一起努力活下去 这时长毛却赶了过来 他想要带走夏美 然后把他吃掉 大卫当然不会同意 他紧紧护住女人 两人也因此爆发了冲突 好在这时一员也出现了 他一枪打中了长毛的肩膀 想要在开枪时却没有子弹了 长毛趁机一拳将他打倒在地 随后立马捡起地上的枪 重新将子弹上膛后 接着一枪打中了一员的腿 随后他还想杀掉大卫和夏美 这时一员却让他先杀掉自己 长毛也是毫不客气地开了一枪 没想到这个作恶多端的男人 临死前心里还想着自己的儿子 就在长毛补上最后一枪时 大卫和夏美趁机逃走了 长毛也立马追了上去 他将夏美逼到一个角落里 夏美连忙说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很可能就是长毛的 因为那天侵犯自己的人中也有他 长毛文言当即眉开眼笑起来 觉得自己这样的人也有后代了 然而大卫这时也赶了过来 说孩子要是他这个败类的 那未来真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长毛文言就和大卫争起了孩子 他说孩子一定是自己的 而夏美则趁长毛不注意 拔出了他腰间的手枪 长毛健壮立马让夏美做出选择 表示跟着自己才能活下去 夏美当然不会选择和这种人生活 随后一枪送他去见了上帝 就这样夏美和大卫以及老人 成为了这艘战舰上最后存活的人 但是大卫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他想吃掉老人养的鸡 老人随后递给了他一罐人肉 大卫开始并不愿意 但是夏美告诉他这只是食物 随后女人率先吃了起来 大卫健壮也跟着下口了 然而在吃饱喝足后 男人却动了歪心思 根本不顾夏美还怀着身孕 事后两人一起安慰着对方 互相想着活下去的希望 时间又过去了一周 这时他们已经适应了吃人肉 但肉已经开始腐烂 实在难以下口 大卫想到老人还有两只鸡 夏美却劝说他要等到鸡生蛋才能吃 但是大卫已经饿得不行了 他迫不及待地来到老人这里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老人却递给他一块肉 大卫还以为是老人储存起来的 但是夏美却知道 这是老人从身上割下来的 他不知道老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随后两人就坐在炮台上吃起了肉 但是没多久两人很快就饿醒了 于是他们又回到老人的船舱 这时老人却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排排血色脚印 这个神秘的老人不知去了哪里 然而他却留下了满满的一桶肉 这够两人吃上几天了 但随着时间的流失肉也吃完了 这时大卫又打起了鸡的主意 夏美坚持要等到鸡生蛋才行 但是男人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夏美健壮 只能割下自己手臂上的一块肉 可大卫早就厌倦了吃人肉 随后拿起刀打算杀了母鸡吃 而就在他即将下刀的那一刻 夏美也用斧头截裹了他 他面无表情一刀一刀地剁着肉 老者临终前把道理已经告诉他了 只要鸡还在他就会下出蛋来 然后蛋又能孵出小鸡 他就能永远地在这里活下去 而夏美也靠着大卫的肉 度过了一段时间 这时种下的西瓜也从地里长了出来 而且他还找到了一个鸡蛋 此刻女人眼里充满了希望 随后夏美发现土豆也成熟了 可吃到一半事突然赶到一阵腹痛 他独自一人痛苦地将孩子生了下来 这下终于不会孤单了 接着夏美将孩子慢慢抚养长大 这艘战舰也变成了 一片充满祥和的世外桃源 18年后这里变成了一片森林 孩子也终于长大成人 然而这天他却拿出手枪 想要杀掉眼前这只母鸡 还好被夏美及时制止了 很显然长大以后的孩子也变了人形 然而这时他居然对夏美产生了想法 慢慢伸出一只手去抚摸他 虽然被夏美随手甩开了 但最后两人在这艘船上面追逐着 这又代表着什么寓意呢 影片结束